老大 怎么这么忙呀 喂 你想要了解这个中概股的走势 哎呀太熟悉了 我们正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对今天我们要办三场讲座 你可以和CEO CFO公司高管 一对一进行交流 记得千万要来 真的千万要来 五间潜力中概股 今年股价翻涨五倍 让CEO告诉您股价大涨的秘诀 中文投资网主办 第一届中概股企业北美见面会 9月10号纽约 17号洛杉矶 18号温哥华 不见不散 限量100名 立即拨打1800958 8561号上官网报名前位 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 美股花木兰 Judy 很高兴的在这里和大家通过这个video 来交流今天的大 今天个股大盘和大东商品的一些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今天是下落的幅度 在盘中下落幅度一度会达很大 像道指的话盘中一度下跌 达到100多点 那在尾盘的盘五盘之后 就慢慢的往回再收 收盘之后标普版收报2170点 下跌0.24% 道指下跌53个点 报18400点 纳指跌了0.19% 跌了5213点 那有一个原因造成今天的一个大跌的是 因为原油号原油因为EIA的一个原油储存数据 使得原油今天一个大跳水 我们可以看到原油现在已经不仅来到46块钱下方了 而且还来到45块钱下方 目前原油是今天大跌3.33% 收报4 4.82 这是原油 说完大盘说完原油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的个股号 今天的个股号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VUGI 这是VUGI的日线图 然后我们在这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K线 好我们可以看到VUGI呢 今天是留了一个长长长的下 最低打到过7块8毛8 如果我们分实现5分钟图吧 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在13点35分的时候 我们是双阵入场了 VUGI最低是7块8毛8 我们是打到7块9进场 然后做了一个day trade的 大概是在他8块3毛9或者是8块4吧 左右 然后出厂就赚了一个3% 4%这样子的一个6%这样子的幅度 VUGI短短的一个大概就是说是13点35到14点 大概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做了一个日内交易 关于VUGI的 那VUGI今天有一个利好的消息 就是说VUGI它是一个智能眼镜开发商 那它的一个M100和M300的一个眼镜 被DHL 大家都知道DHL它是世界上最大的logistic corporation之一 那它的VUGI的M100和M300的那个眼镜 是被DHL给纳入了主要的一个component 它在一个AR的一个program 也就是说是DHL买入VUGI的两款眼镜 作为他们ARprogram这个项目的主要的一个component 那我们预期VUGI的话 像它今天那么大幅度的一个震仓 然后开始往回再拉 再加上今天那么好的一个利好消息 VUGI的未来的预期还是非常的光 前途非常的光明的 那就是VUGI 那我们在中间THLD呢 中间也是盘中也是做了day trade的 盘中做day trade的话 早盘的时候 早盘的时候因为 我们来看这张图 再往前拉一点 早盘的时候它是1.06开场的 我们是1.07进去了 但是 这笔单子一直到1.03的时候 我们以亏损3.7%的样子出场 但是我们在1.0又重新再进场 尾盘的时候1.07卖掉 也就是说是之前早盘的3.74% 以我们五盘就是说是尾盘的时候 4.9%的一个幅度 这样子报了一箭之筹吧 不仅是把那个loss亏损给cover了 而且还在THLD今天的盘内 盘中有一个日内交易有一个获利 就是THLD那第二三个是WATT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日内交易 WATT的话 今天的盘中的话 也是有一个常常下引线 达到了16块5毛6左右 然后开始拉升 如果我们看一个分试图的话 分试图非常明显 它可以看到有一个双底 这一个底是在8月30号昨天产生的 然后今天又一个底 大概是6块5左右吧 是今天产生的 然后然后今天的话 我们大概是做了两笔day trade的 第一笔day trade的话 是17块04进的 然后第17块344出的 赚了三毛钱 第二笔单子是17块477进的 然后17块9毛9出的 也是大概赚了个5毛钱 这样子 那这就是WATT 我们日间交易 这就是VUZI THLD WATT 我们分别在这三个拼中里面 我们双嘴做了day trade 而且收获非常大 那最后呢 我想要跟大家有一个就是说是一个surprise吧 也不是就是说是在9月10号纽约我们会有一个中概股吹风会 然后届时会有5家上市的中概股上市的CEO会 清零现场 那到时候跟大家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除了9月10号的纽约 我们9月17号的 Los Angeles 洛杉矶和9月18号的温哥华 也分别会举行中概股吹风会 那大家到时候不见不散哦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VIP收盘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